极限挑战第三季再次停播 什么时候复播 极限挑战秒善是什么套路呢 2017年的综艺界真是命运多烦 不少大家熟悉的综艺都已经停播了 上周极限挑战停播之后 更是引发深思 大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综艺呢 极限挑战第三季的复播时间也备受关注 多方卫视肩挑战秒善 这几天被薛之谦与前妻高磊心复合的消息填到了 两个人的分分合合让很多人又相信了爱情 突然网红模特儿丽童在微博发长文 揭秘他和薛之谦高磊心三个人不为人知的故事 那么肩挑战第三季什么时候复播呢 上周肩挑战被停播了 网友们先示威节目里叫去 明明之前节目是三季最好看的一期 为什么停播了呢 而关于复播的时间 网上的说法也是不一致的 大部分倾向于本周日晚正式复播 但也有说法 本周不过忘 到底哪一周才最靠谱呢 肩挑战上周早已停播 本周也是没有丝毫的恢复迹象 而停播的理由 可以说是相当荒唐 因为某一期内容太娱乐化 有叛徒 有内奸 还有挑拨力奸 内容上太负能量了 导演对此回应 今天挑战的精神 是一种相似而生的精神 是你承认人性当中 有那么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 今天挑战关闻微博 秒删的这条微博 其实很早就知道 你们在一起了 信息量很大 接着到发稿的时候 薛之谦和李宇童的话题 已经成功几下 林新鲁与周杰首次站 继身热门话题第一 看来娱乐圈 又要上演新风寻雨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